桃園市吉時工會去年5月份 代表將近七成的黃航國籍機師 跟黃航簽訂七點協議 其中一點是保障年度休假116天 不過一年到了並沒有兌現承諾 桃園市勞動局也介入調解 但第一次勞資雙方並沒有公示 工會表示不排除在6月9號 端午節國定假日集體休假 工會表示資方的態度消極 會員平均欠假25天 少數的機師欠假甚至高達四五十天 根本無視於機師的疲勞 華航發出了五點聲明強調 機師跟一般勞工不同 而且短短一年沒有辦法立即補足 因為休假的人力缺口 也願意又遇到機法一倍以上的薪資來補償 將會再繼續跟工會協商 雙方會在5月24號 在桃園市勞動局進行第二次調解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會有直播 那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的節目的播出 那如果你有看過公庫的一些報導的話 你大概知道在端午節 可能會有一群機師 會有罷工或者是所謂的 做所謂的集體休假的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那時候我要出國 那時候我要出外洽工 那怎麼辦呢 那特別又是連續的價值 不過我想這種所謂的交通運輸的 罷工的情況 在台灣雖然比較少見 可是在有些國家 其實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這種運輸業會有這種所謂 大型罷工的這種情形 不過即使是在其他國家 有這樣的情形 我們恐怕也得要了解 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機師 對於他的工作條件 是有一些問題的 那在今年 在這個月的月初 有150位空服員到勞動部去進行抗議 所以看起來最近這幾年的機師 或者是這些空服員的 面臨到的狀況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呢 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 秘書長林家瑋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家瑋你好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很多的朋友 大概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我們常常在電視上面看到說 只要招好空服員 就哇好多人這個去排隊 可能是上千的這個所謂的硬試者 可能取得大概只有十幾二十名 甚至更少的名額 看起來對很多人來講 這個當空服員也好 或是當機師也好 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鐵飯碗的工作 或者至少他的這個薪水 看起來是比較高 或是他有比較多的游利 那為什麼最近這幾年 感覺好像有比較多的 這種相關的空服員 或是機師的抗議活動的出現呢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在兩岸開航以來 其實航班的數量是越來越多的 那其實依據經濟部的統計 現在整個航空業的產值 已經超過一千億元了 那在這麼高的產值的狀況之下 其實他的人力是沒有相對應的 補充上來 或者是說他就算人力補充上來了 可是他們會專勞擊法的一些漏洞 比如說像之前空服員到勞動部去抗議 就是在抗議勞擊法的八四之一的這個問題 那像昨天還是前天的時候 有一個新聞有出來說 華信招考地勤人員 然後擠破頭 錄取率非常非常低 但是其實大家可能都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就算是地勤的工作 也是非常辛苦 可能有超時加班的問題 所以其實大家看錄取率很低 但是說真的 擠進這個窄門之後 它的流動率也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我們覺得這個其實是因為航空公司 它沒有辦法提供員工 一個好的勞動條件的環境 所以才會導致 大家覺得是一個夢想中的職業 但是進去之後 其實會常常會因為工作過於勞累 或者是勞動條件狀況 其實並不如原本的預期 然後而離職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對航空業的人才的培育 其實也是一個相當大的隱憂 剛剛特別談到所謂航空業的人才 我們知道這個最近有很多的這種機師 他可能到了中國大陸去開飛機 有到中國去帶那些相關的這種工作 那你也談到說有很多人這個擠破頭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飛行 或者說這個所謂的機師 其實是一個非常辛苦 而且其實跟乘客安全 有很大關聯性的一個工作 那難道這些航空公司都不擔心嗎 就是說今天一個機師 他如果太過於疲累 或者是疲勞駕駛 他對整個乘客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甚至一個航空公司 一架飛機如果出了一些狀況 不是對他們自己的公司的生育 都有非常負面的影響嗎 對沒錯 就是其實會有這樣子的 就是壓榨人力的使用 其實跟民航局的法規也有相當大的關係 其實民航局的法規是 相對於勞機法對於工作時間的限制 其實我們很一樣 就是民航法的法規 竟然是比較寬鬆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 像前年跟去年的時候 復興航空發生了兩次空難的意外 對 剛才會後來也有進入調查 然後他也認 飛安會的調查報告裡面其實也有提到說 復興航空不夠重視飛安的SOP 然後這個導致說 企業內部為了要壓低成本 所以其實有很多 該給機時足夠的休息時間 或者是讓他有一個好的休息的狀態 卻沒有辦法達成 所以才會造成空難的問題 比如說像那個時候 我有特別去看 發生馬公空難那個時候的機長的頒表 你會發現非常的 他飛得非常的辛苦 就是他連續執勤三天 然後這中間他其實休息 最後一趟執勤的時候 他甚至休息不到15個小時 然後他一次就要執行6趟航班 然後他是不幸的在執行第三趟 從高雄到馬公的時候 他發生了意外 那過去大家可能會 譬如說復安會的報告 會批評說是這個機長 他當時看不到跑道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細就 他內部的原因的話 你會發現 第一個他已經是在一個 過度疲累的狀況下 包括說當時的黑盒子的記錄 就有記錄到這個機長咳嗽了16次 並且都是表示他真的很累 那我覺得如果你不去重視 人的身體健康的話 那你只是一昧的把這一些空服員 或者是機師當作超人一樣 或機器人一樣的 強迫他一直不斷的執行 這個其實在飛安上面 甚至對乘客的旅客的性命上面 其實都會有相當大的危險 你剛剛有談到說 這個有關於飛安相關的法規 跟所謂的勞機法是不太一樣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譬如說 以現在一般的勞工的正常工時 因為我們現在改單週四十公司 所以現在一般的勞工 應該每個月的正常工時 是一百七十六個小時 那他就算加上四十六個小時的加班 也才兩百一十多個小時而已 可是在民航法規裡面 他允許到兩百 我如果沒記住 兩百四到兩百六之間 那其實我們會覺得 如果今天我在地面上工作 我的工時都受到這樣子的限制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在空中 我的環境是比較低的倉壓 我的氧氣的含氧量是比較低的 然後我人是比較疲倦的 然後甚至我到國外要適應時差 我們想要問的事情是 為什麼民航局他沒有辦法 讓這些空情組員的工時 反而是控制在 比勞機法更嚴格的狀態 我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以台鐵的司機駕駛員 開火車的駕駛員 他的正常工時只有六個小時又四十分鐘 像看到一個開火車的人 他正常工時是六小時四十分鐘 比一般的勞工八小時還要來的嚴格 那民航局應該要去訂一個規定 應該是要比勞機法更嚴格才對 你怎麼會訂得比勞機法寬鬆呢 那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機師公會正在喊說 他們需要一年休116天的假 以及要求說 華航應該要把沒有股足的休假 應該要歸還給他們 我想這是一個 聽起來是讓大家膽戰心心的一個訊息 特別是我們自己在坐飛機的時候 我們經過長途的這種所謂的旅程 你都會覺得在這個機艙裡面是不舒服 甚至你下機還有時差的問題 甚至你可能身體都必須要去調養 那你很難想像說 一個飛機在那一種所謂的壓力 不管是在心情的壓力 身體的壓力 或者是在 機艙的壓力之下 他必須要這麼長時間的工作 而我們卻要把我們的生命去交給在這個過度勞動的 這樣的一些飛行員的這樣的一個手上 這些機師的手上 我覺得這其實不是一個所謂的民眾的權益而已 不是只有這個所謂的勞工的這個權益 恐怕是每一個消費者的權益 都必須要特別的去注意要去保障 那這次的這個機師 就是說要在這個端午節的時候 不排除會有罷工的這個舉動 那可以告訴我們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我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都很擔心說 哇那如果真的罷工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的旅行的安排不都是要被破壞掉了嗎 我覺得有幾個點要成就 第一個 他這次機師公會不是罷工 而是依法休假 就是我依照勞機法給我的條件 我就是進行依法休假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機師公會跟華航公司 他們有談了所謂的七大協議 但是因為不好意思 那個七大協議是保密的 所以不一定能夠完全的公開 但是其中有一條 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一條 就是他裡面有提到說 應該要保障機師 116天的休假 那我說真的 116天的休假 其實也是跟我們一般地面勞工 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比如說像現在 勞機法變單週四十之後 其實一個勞工的地面 工作勞工的休假就是116天 所以他們也沒有多要 我就是要勞機法裡面的條件而已 但是沒有想到 再經過了這一年 機師公會給華航 整整一年的時間去調配 就是你讓我可以修足這116天 但是到目前為止 顯然是已經是破局了 因為華航已經像有些機師的 積欠的價甚至到20幾天的都有 就是完全沒有給人家休息足夠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們覺得非常遺憾的地方 因為說真的 機師他是負責 駕駛飛機的人 他的疲倦 這個一定是跟整個公司的 營運狀況是息息相關的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機師公會也是 逼不得已才必須要使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對華航進行施壓 你剛講說這個116個小時是彼此之間協議 那為什麼華航他不願意去買單 既然都已經是協議的結果 那就按這個協議去做 就不會有後面這些問題了 不是嗎 這也是我們覺得疑惑的地方 因為華航他現在會說他的人力不足 或者是說他的航班量太高 他沒有辦法讓機師修這麼多天的假 那我覺得反過來 頭要來問的是 你就算航班開的這麼的多 但是如果你的機組人員是在一種危險 危險飛行的狀態之下 難道公司就會覺得比較安全嗎 那再加上譬如說這116天 也不是突然要求你說這半年內要排掉 而是我給你一整年的緩衝時間去做調整 那就是如果你116天 你拆算成每個月其實就是9到10天 那其實跟一般的勞工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如果你地面上的地勤人員排的出來 為什麼你空勤組員排不出來 而且還給你一整年的時間去做調整 然後你最後才說我要用錢去買你的價 但是我們覺得有的時候休息時間 它是關係到人體的恢復狀態 並不是你用金錢可以買斷的 嗯 你說用錢去買你的價是什麼 就是我給你加班費的意思 對我給你加班費 或者是我給你 對就是加班費 就是花錢買你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知道在一般的所謂的地面上面 這些一般的勞工他會常常這個資方 他會用所謂的彈性工時 會用這種彈性的方法去磨動 他的這一種所謂的休假的時間 在空服員 或者是在其實也會有類似的情況嗎 他們比較不是用彈性工時 但是他們用的是另外一個 我認為更糟糕的東西 就是勞基法第84之一條 那勞基法第84之一條 他其實排除了非常多 對勞工的保護 比如說我的每月總工時 我的單日延長工時 包括我的女性連接工作 我的國定假日以及妻休憶 這個妻休憶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像之前大家有看到那個小妻的店員 他沒有辦法妻休憶 就糞而離開 然後叫警察來顧店 嗯 還有包括說像勞基法 84之一條 14這20年來其實有 死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又有發生一個保全員猝死 然後傳了一個LINE給他兒子 然後就說什麼兒子 你要好好努力啊這個家就要靠你了 但是我覺得 這不應該是一個被處理成一個溫馨的新聞 而是大家看到這個新聞 背後他呈現的就是這種 巴士之一試用者他的工作的疲勞的程度 那同樣的就是機師跟空服員 也被列在這個 巴士之一的試用範圍之內 那我先說他們 列入巴士之一的試用範圍是有幾個原因的 因為譬如說我台北飛到紐約一趟16個小時 我的確不太可能中間跳機 然後讓讓空服員或駕駛員就是休息 這個當然實務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在航空公司最大的問題是 除了越洋航線不可能之外 其實去航線很有可能啊 譬如說我飛一趟新加坡 我飛一趟曼谷 我就中間休息嘛 我就讓他們可以住在當地 然後恢復的比較好之後 我再回來台灣 但是就是變成航空公司 都會濫用勞基法巴士之一給予的權利 把它濫用在區域航線上面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華航的空服員 他們會這麼多人到勞動部去抗議 因為巴士之一這個後門條款 他不應該被這樣子的濫用 在這個過程當中 特別我們剛剛談到機師的部分 你也提到了 就是他是跟所謂的華航之間去進行協議 那這個協議如果沒有按照他們之間的 這個協調的結果去做 那會剛剛談到說 機師也會所謂的合法的休假 那但是這個所謂的國家呢 政府呢在面對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有什麼樣的組織嗎 就是違反了協議 那國家不需要去處分華航嗎 我覺得這也是讓我們覺得 匪夷所思的地方 就是像我們也都會去跟勞工局談說 這個已經違反華航之雙的協議 但是在現行的勞動法規裡面 他會把它歸類為權力事項 這什麼意思呢 你是權力事項 所以你只能去法院提出高訴 那大家也曉得法院的高訴 經常是漫長 而且是曠日廢時的 對不對 我也許我官司打贏了 但是我可能已經兩三年後了 然後我在討我兩三年前的休假 但是我可能身心狀態已經 根本沒有辦法負擔這個疲勞的飛行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提這個 依法休假的原因就是這個樣子 OK 我們待會再回到我們節目現場的時候 要繼續來談這個空服員的這個部分 剛剛有談到所有的 勞基法的這個八十次之一條 這個實際上面的 這種所謂的 在所謂的飛航的過程當中 或航空公司他怎麼樣去運用 或是利用這樣的一個八十次之一條 讓所謂的空服員或是機師 在整個工作的狀態上面 是非常非常糟的情況 我們先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華航空服員要拉著行李 做好行程準備 不過原本可以在松山機場報到 但華航從六月一號起 將實施只能在桃園機場報到 引發空服員不滿 認為華航片面變更勞動條件 華航表示桃園報到 可以縮短八十分鐘工時 不過空服員工會認為 資方大玩文字遊戲 字面上縮短工時 實際工作內容不變 反而還讓空服員無法好好休息 就是把前後總計縮短了八十分鐘 那也許有人會說 縮短八十分鐘不是好事嗎 好像工時縮短了 不 其實這個工時 只是形式上面的縮短 空服員工會認為 根本是變相增加工時 週五與華航代表 前往桃園市勞動局 召開勞資爭議協調會 但協商破裂 另一方面 秀戶工會也站出來加入抗議 因為華航成立台灣飛機維修公司 新飛機維修業務只給新公司 他們擔心一旦舊飛機淘汰後 他們也跟著淘汰 擔心未來變成派遣工 因為現在台飛剛成立 他不然動作做得太大 他現在用鼓勵的方式說 你們可以加入我們台飛公司 然後福利待遇會很高 但是他有保障你們年資轉移嗎 沒有 沒有 自己員工要節輕才能過去 華航發出生命導表示 下週起仍實施空服員到桃園機場 報到的措施 希望工會能回歸正常機制來溝通 另一方面針對修護人員的訴求 華航表示 修護公司是華航百分之百持股經營 修護同仁可按照醫院轉任新公司 權益不會有損失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小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 在前一陣子華航的機師說要合法的休假 在很多人解讀會是一個罷工的行為 在上段節目當中我們也提到說 為什麼這些機師他必須要在端午節的時候 可能會採取這樣一個相對 因為被很多人覺得是一個比較激進的 這樣的一個舉動 或是對大家的生活 可能會造成一些妨礙的這樣的一種行動 當然我們可以在上段節目當中了解到 他們實際的工作上面 跟我們想像是不太一樣 在這種所謂的高危險高壓力 或是高身體負擔的這種工作裡面 事實上他們休假是相對之下 可能都比很多在地面上面工作者還要更少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秘書長林家瑋 家瑋你好 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剛剛上段比較多的時間是在談 所謂的機師的勞動 那在空服員的部分呢 我們知道很多人就像我們在一開始提到說 很多的人去當空服員 事實上是充滿了很多的這種想像 不管他的工作職業的這種光鮮 或者是他的被認為是一種相對之下 新資是比較高的這個工作 那實際上面空服員的這個日常又是什麼呢 其實空服員來說的話 他們的在地面上的準備工作 其實跟機上的工作其實是差不多多的 比如說 比如說他需要協助行動不便的旅客上下飛機 他需要清點免稅藏品 那在飛機地停的時候 他也必須要做各式各樣的地面檢查 來確保這個機艙是安全的 或者是沒有旅客遺留的 遺留下來的物品 那現在華航公司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到說 要求他們從6月1號之後 強制執行桃園報道 那很多民眾也許會覺得非常的困惑 就是你的工作地點在桃園 機場在桃園 那你當然是到桃園打卡上班才對啊 那為什麼你們可以要求說 我要在台北打卡 其實這個是一個天大的誤解 因為空服員為什麼會在意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的休息時間 是伴隨他的工作時間而來的 比如說我的工作時間在12個小時以內 我就是休息12個小時 但是一旦我的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之後 我的休息時間可以到24個小時 那華航現在的做法 就是要求他們到桃園報道之後 華航就說你到桃園報道了 所以你的公時表面上 應該要縮減80分鐘 那如果你去檢視這個縮短的80 那大家就會覺得 欸不錯啊 公時縮短不是件好事嗎 不 這80分鐘並不是沒有在工作 這被縮短的80分鐘裡面 空服員還是要提供勞務 就是我剛剛講的 清點免稅商品 還有協助旅客上下飛機 行動不便的 然後要做各式各樣的安全檢查 他們都還是有提供勞務 可是華航說沒有喔 這個我把公時縮短了 所以他就不給他就他依此來計算你的公時 就不會超過12個小時 所以我只要讓你修12個小時就好了 你就沒有辦法修24小時 我們覺得這個是相當大的問題 就是你明明都是還是在 你根本你6月1號之前跟6月1號之後的 工作量根本沒有減少 可是你的休息時間會減少 那我們剛剛前一段都有提到說 休息時間對這一些技術人員來說 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麼強烈的反彈 所以在這是一種某種的變形 對不對 就是說感覺你好像是說了公時 可是事實上你工作的 這種內容幾乎是完全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工作量也沒有改變 所以剛剛也提到說 在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機師或公務員 他們常常會適用被 所謂84-1條 那我們知道所謂的84-1條 其中包括像7修1等等 那很多的便利商店說 對啊我們7修1 那就是讓你投尾修 就只有變成是14修2的概念 但現在中間可能連續工作了12天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時間 那空服員呢 空服員他們在所謂的84-1條 這個資方實際的使用 或實際的這種解釋上面 他們通常又是怎麼去做這樣的一個解釋 或說明要求呢 對我們現在就非常擔心這個7修1的問題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在意 我講一個大概發生在4-5年前的故事 好像有一個座船長 就是後來被發現就是感冒 然後死掉了 心肌炎死掉了 那後來去查他的版表 發現他在過世之前 他連飛了11天 你可以想像就是我光地面工作著 我連續工作11天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相當大的 連飛11天是11天都是在空間 對11天都在執勤 他的版表11天都在執勤 然後他就不幸的過世了 那我們就合理懷疑說 你地面上的勞工你都不可能 不太可能讓他工作 連續這樣工作 為什麼在飛機上可以讓他這樣工作 那當然華航公司方面 有他們自己的說法 他們會說這個座船長 可能是因為想要多賺錢 所以多飛一些航點 但是我覺得反過突然 你公司又要保護勞工的義務 你當發現這個頒表排的 這麼異常的時候 就應該要進行介入跟處理 而不是放任這個頒表就這樣繼續發生 那像譬如說像我剛剛講到那個 現在6月1號我說到這個強制桃園報道之後 已經開始有非常多非常可怕的頒表出現了 譬如說像曼谷打來回 曼谷打來回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狀態 因為曼谷表定的工作時間 就將近11個小時又50分鐘了 那你只要遇到天后異常 你只要遇到塔台的做流量的管制 你一定會超過12個小時 但是在這種狀態之下 你應該要讓 你在實務的操作裡面 你知道一定會超過12小時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讓機組人員 在當地可以有一個完整的休息時間才對 可是航空公司不那麼認為 他覺得我的表定上面沒有超過時間 所以你就飛回來 所以現在就開始有一種頒表產生了 就是曼谷叫你當天打來回 你已經超過12小時了 然後隔天再排你一個大長班 這個在現在的民航法規裡面 都是允許這樣子排的 嗯等一下那個曼谷來 曼谷飛一趟大概就要五六個小時 從台北到曼谷不來就是很小時間 單趟 對啊那這樣來回是說 他連續要在飛機上面 飛行12個小時的意思嗎 是沒錯 就是我單趟到曼谷之後呢 我可能中間地停一個小時 讓清潔人員上來做清潔 然後一個小時過後 我又在原機原班人馬 從曼谷再飛回台北 嗯哼 那他一定超 我們認為這一定是超過12小時 對 然後隔天你休12小時之後 就請你再去執行一個 可能美國的四天班 再請你執行一個大長班 然後你再回來 那你可能再休息一下下 然後再給你丟一個 台北香港班 一個短班 嗯 在現在的狀態之下 這種排法都是符合法規的 但是我們覺得這種排法是非常不人性的 可是這種排法 事實上是把 雖然是符合法規 可是對於一個飛行員 或者是對於一個空服員來講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高密度的工作 不是嗎 為什麼法規可以允許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變形的實施呢 嗯 因為 呃 民航局會說 法規定的比較寬鬆 這樣子的話 在異常狀態的時候 可以提供 呃 航空公司或者是 現場的人 就是有比較彈性的調度的空間 而比較不容易被民航局 觸發 這是民航局的說法 哦 那在勞工的議題上面 然後我覺得那個最重要的問題 還是巴士之一所帶來的 對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 是用巴士之一之後 你的每月總公時跟你的每日正常公時 是會有所不一樣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在2005年的時候啊 華航公會曾經跟華航公司簽了一個 所謂1104的協議書 嗯 那個也是現在華航公司會拿來說 哎 你們一定要執行桃園報道的依據 但是如果 你仔細去看那個1104協議書 你就會發現裡面充斥著各種問題 比如說他說 空服員的越洋航線的正常公時是14個小時 我的老天你可以想像嗎 14個小時欸 那不就等於你 一般我們地面勞工就8小時之後就開始起算加班費 那你如果訂到14個小時的話 我第14個小時才開始 才可以開始起算加班費 這是一個完全違背勞基法的條文的協議書 可是航空公司就會拿著 過去的十幾年前的協議書跟你說 你當時簽名了 不好意思你們這些勞工都要使用 嗯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法令本身 就充滿了很多的違法 可是 剛剛的討論當中似乎還忘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剛剛都在談實際的飛行時間 可是很多的空服員 他們說 就是他必須隨時的 待命要去支援 或者是隨時要去工作 那這個不算他的工作時間之內嗎 這當然應該要算在他的工作時間裡面 對 但是很遺憾的現在就是 華航現在的那個80分鐘的扣除的意思就是 我不認為你這個是在工作時間裡頭 所以他們在平常就是待命的狀況之下 是完全不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也不可以離開他的工作 他的 例如說他們都在家裡面待命 然後也不可以隨時離開 對 比如華航目前是 事務長以上的 就是一般的基層空服員是不排家中待命的 但是事務長以上會排家中待命 像長榮航空或者是其他航空公司的話 是全體空服員都執行在家待命 那那個在家待命的時間一次就可能長達12個小時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你這12個 我甚至有聽過 有的例子很誇張是他要求你一定要 就像手機很發達 但是他要求他打到家裡電話的時候 他一定要找得到你 他打家中電話一定要找得到你 然後你要再接到電話的一定的時間之內 你要立刻趕到機場去 那好 如果今天我家中待命的時候 我被抓飛了 我當然就開始計算我的工作時間 開始計算我的薪資 但是有些航空公司是你就在家待命 你的行動範圍跟你的時間是被我所控制的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你沒被抓飛啊 所以工資 工時就不計算給你 可是你有沒有被公司控制 你當然有啊 比如說你強迫我一定要在家中接電話 或是你要求我一定要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趕到公司去報到 那這當然會造成 員工他在調配他的日常生活上面的困擾 這個其實我覺得真的是比所謂的責任之更誇張 他根本就是軟禁制吧 就是把你軟禁在你的家裡面 然後你隨時要工作 可是隨時工作 這個軟禁的時間 或是所謂待命的時間 是完全不算在公司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離譜的做法 難怪很多的工服員或機師 他們會對於現在的工作 事實上是越來越不滿意 我們之前也曾經訪問過家衛 談到所謂的紅眼班機的問題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不是也有 最近有一些改善呢 或者是他其實越來越變本家了 好就是紅眼航班這種因應旅客的行程 而產生出來的特殊的一種營運狀態 我們覺得他其實如果要執行這個紅眼航班 還是要給更多休息的 對 那在兩年前的時候 黃航的工服員曾經去抗議過 非常非常經典的 就是所謂2158 2106這兩個航班 那在抗議過後呢 華航有同意就是讓執行這個航班的機組人員 回來可以回台灣休24小時 或者是過夜或者是帶兩組人打來回 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呢 航空公司最厲害的一點就是 他只要把班號改掉 你過去的勞資協議 就要重新再談 比如說當時華航發的公告是2158 2106 結果 隔了不久之後他就把這個班號改成190跟108 嗯 那黃航公司就說不對啊 這現在是不同的班號 可是空公司就會質疑啊 不對啊這個起飛時間 跟回來的時間是一模一樣的啊 嗯 就是有一些變相的方法 會讓你原本的勞資協議產生調整 你說的班號是指那個飛機的航班號 對那個航班的代號 對航班的代號 那所以當時工會就不斷的要求說 不我不是要一個班號一個班號跟你去談的 我是希望說你可以我們用時間帶來談 比如說我晚上10點過後到早上7點鐘 這一段時間 當然這個時間可以做調整 因為現在比較嚴格的紅眼的定義是 凌晨2點到凌晨5點 那是比較嚴格的定義 但是我們工會會覺得應該要採取比較寬鬆的定義 比如說晚上10點到凌晨7點 你應該是這個時段的航班 他因為是處於人體生理狀態比較不好的狀態 對 所以那你應該用這個時段裡面的航班 你要給我特殊的保護 比如說我要在當地住房 我要多休息 但是航空公司他不願意用時段來談 來協商 他只願意用班號來協商 那所以呢 就常常會有一種狀況就是 有一些航班他不是定期航班的 他可能是因為旅行團要帶你出去玩 然後他可能排的紅眼包機 紅眼包機然後他可能凌晨3點起飛 然後飛可能飛到日本很北方的地方 比北海道還就是比雜晃還遠 就是包機 可是不好意思因為他不是定期航班 然後而且當時工會跟公司的協議之間沒有談到這個航班 所以執行這個航班上面的人的狀態 他的權益就被侵害了 大概是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就不算了 反正他是完全跟之前的協議是不同 但是實際上工作是一樣的嘛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說你這個紅眼航班的保護 你應該用時段來做區隔 而不是什麼一個班號一個班號跟我談 那個沒有意義 然後我們也希望民航局他在制定相關法規的時候 真的是千萬拜託把紅眼航班的休息時間 一定要規範在裡面的法規裡頭 現在有規定 但是我解釋很複雜 但是我就總結一句話 就是現在對於民航法規 對於紅眼航班的規定 其實是有規定等於沒規定 就是完全沒辦法保護他們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特別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可能搭飛機 不管你是去商務或是去旅行也好 但是我們常搭飛機的時候就有一些心態 就是我們是坐飛機的是個大爺 然後希望大家很好的這種服務 那事實上我們這樣聽下來會發現 不管是機師或是空服員也好 他們其實在實際的工作上面 實際的勞動上面 事實上可能比很多在地面上面工作的人 是更辛苦 更何況他可能執行的這個工作 跟你的生命安全是有關的 我想我們可能又必須要更多的這種理解 這樣一種所謂實際的工作勞動的狀況 那當然至少我們可以做的是在飛行的途中 是給這些公服員更多的打擊 當然我們更重要的是希望 能夠一起去幫他們解決這樣的一些 在工作上面的問題 然後這種的爭取一些權益 為什麼?因為爭取公服員的權益 其實也就是爭取我們的安全 謝謝家瑋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下禮拜公訓再會 拜拜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